好,我們現在要做 204 錄音了嗎? OK,好 所以呢,馬上打開 好,我把它縮小一點點 打開 我們的 題目 204是不是? 我們看這一題 我們平常做拿去這是1、2還是1、2、3? 1 1、2而已 1、2而已喔 對不對,沒有3喔 可是這題有3喔,我們看到3是什麼 住專、領主、辦事員、助理員 工作表的編號人位的編碼 意思是我們看一下這邊的編碼 有沒有看到,住專、領主、辦事員、助理員 跟我們202好像那個又很像對不對 還是20幾啊,我忘記了 210 210喔 2106 2106 我忘記了 反正跟那個什麼 206啦 206什麼東西 第一季到第四季 第一季到第四季 跟那個都很像 好,所以呢 我們要去找了 找了,剛剛我們不是找了半天了嗎 找那個ID嗎 Hotel的ID 那是不是很會找的 是不是 然後呢,他告訴你喔 第一碼叫升級的等級 什麼叫等級 我們去看一下 好,我們看一下喔 好,這編號對不對 這跟Hotel的ID是不是很像 單位、姓名、主別、升等 我們先看單位 單位就看人家的單位 喔 101 單位代碼101 他在總行的人士室 總行信託部 所以這家是什麼公司 中國信託 集合式審查嘛對不對 OK,那我們看一下 單位我們大概知道了 單位就是去找單位裡面的 好,我們看喔 我滑鼠滑 我不曉得單位有沒有單位的那個 我們看一下 公司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喔,他有升等 有單位 我們看單位是哪裡 單位是 喔,這兩欄的第二欄 有沒有看到 好,確定喔 好,我們去看一下 主別 主別是什麼 主別 唉唷 我訂了 真的秀到秀到 主別有沒有看到 主別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是在這邊的主別 有沒有看到 單位主別有沒有看到 好,確定喔 那我們去看一下 升等 升等在哪裡 在升等裡面的 喔 代號1是住專 4是助理員 3是辦事員 3是辦事員 領主 有沒有看到 所以他根據這個升等 這升等的人啊 這幾個人 有沒有看到 住專 領主 辦事員 助理員 所以你看 如果你是 你是助理員 是你要升等 要從3 2 1慢慢成為主專 那懂不懂意思 所以我們 單位 主別升等 是不是這邊都有 單位 主別升等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去找 裡面的東西 懂嗎 去找說這是哪家單位的 這樣懂嗎 喔,原來他是哪一個單位的 把這個單位叫過去 原來他是哪個主別的 把他叫過去 原來他的等級 是哪個等級 把他叫過去 那懂不懂意思 OK好 然後考核成績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喔 我們先不要看考核成績 我們先看一下 升等的等級 我們看一下第一嘛 這邊的編號 我們看一下喔 工作表的編號 編號人位1是代表什麼意思 1代表升等的等級 1 所以你可以知道 1是住專還是領主 1是什麼 住專啊 剛剛不是1234嗎 最後一個叫助理員啊 這是2碼 3 4碼 所以你可以可想 他在這邊住專可想而知 這邊的編號都是多少 都是1喔 這邊的編號都是多少 2囉 有沒有看到 第一碼都是2 這邊呢 3有沒有看到 這邊呢 4 是不是 然後345碼是什麼 35碼306是什麼東西 他告訴你306叫做單位 單位 我們去看一下單位好不好 有沒有看到 306單位是什麼 看一下 長春分行 懂意思嗎 長春分行 所以我等一下要把長春分行叫出來 是不是 好接下來看一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要這樣叫 好接下來看一下題目 第7碼叫組別 組別是什麼組別 所以它是哪一組的 然後第9跟10 所以你這個東西要記起來啊 這東西是第幾碼 第幾碼要記起來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所以呢 我們大概已經知道了 大概已經知道他要 他要我們做什麼東西了 我們就開始來做 好第一個 他說呢 單位組別升等的欄位 依據編號人位的編碼說明 也就是這邊的編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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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第一碼 第二碼第三碼 然後第一碼叫做升等的級別 345叫做單位 第7碼叫組別 第10碼叫考試編號 基本上來說我們剛有看到考試編號這個東西嗎 沒有不要理他 好不好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東西開始來找囉 根據這個東西開始來找編號 所以呢我現在要一起做還是分開做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一起做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 助專一共幾筆 才40個人是身為 應該不算40個人 40要減2嘛 38個人而已對不對 那我們就這樣算好了 他才40列而已 那領主呢 幾列 哇101列 辦事員呢 65列 助理員呢 22列 所以跟我們第一季跟第二季那個長度是一樣的嗎 我們上次做第一季到第四季 它是一模一樣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做好之後拉下來 做好之後拉下來 做好之後拉下來 對不對 可是這邊可以直接這樣做嗎 不行 我們做好之後可能要 可能要離開工作群組 然後一個工作表一個工作表要這樣拉 這懂不懂意思 因為每一組的長度是不一樣長的 真的不懂意思 懂了齁 所以我們開始來做單位了 我們去找單位 我們依據前面的 我們說單位是幾 單位是345碼 所以我就開始在找了 我要先找出306這個東西嘛 第四是不是第一碼 Dash是第幾碼 第二碼3呢 第三碼4556對不對 好所以我根據 我先找出306出來 那我306怎麼找 Vlook嗎 好 他有告訴你用什麼函數 沒有我要先找 Vlook是尋找 尋找到其他的工作表尋找 那關係叫Vlookup 對吧 那關係比如說好了 比如說 嗯 嗯 阿伯 他在 他跟 嗯 他在做國家工程的 他在做玉山工程的 如果我今天想要去玉山玩的話 我是不是要找阿伯 嗯 是不是 所以阿伯就是我的中介人 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找那個關係 才用Vlook的函數 可是我現在只是純粹要找出306 就很簡單 我用一個函數這樣 Mid的函數 Mid的函數 Mid Mid 我們剛剛是不是用Lift函數 Lift函數 就從第一碼開始算 可是我現在不是從第一碼 如果用Lift的話 我只能算1 2 3 4 5 我要算5碼 它一定會出現4-306 可是我不要4-306 我要從306開始 所以我要用Mid Mid的是中間的函數 我用Mid函數 我用Mid函數 等於Mid 然後雙按兩下進來之後 我要依據A3這個東西 依據A3我開始從D幾碼開始算 Mid就是可以從中間開始算 我可以不用從第一碼 Lift跟Right 左右都要從第一碼開始算 可是我這一題 並不是要從左右開始算 我只要找中間的 所以我用Mid的函數 從中間開始算 好 傳為文字算的某一個起始位置 到指定長度的字圓 我從第幾個開始算 第三個開始算 然後要算開始 然後這個叫什麼 你要從文字串的某個起始位置 到指定位置之間的字圓 所以我要取幾個字圓 一樣是三個字圓 這樣是不是36 這樣是不是36出來的 這樣懂的意思嗎 懂了吧 好 Mid函數 那組別的函數 我等一下來這樣做 所以A3我要不要固定 好我不管它固不固定 我們今天假設我們不固定好 等一下我們也可以來這邊 移過去 就可以不用做固定的方式了 這樣懂不懂的意思 可是我不曉得這樣 會不會給你分數啦 不然我們就先這樣做 還是你們要 我是習慣性的先固定好 我要把A編號這個東西 我的這一欄要固定 可是1234我不固定嘛 好我就固定A就好了 OK 好 A固定好對不對 好 好 我按確定喔 36找出來對不對 然後呢 我找出來之後 我只是找出306 可是找出306要幹嘛 我要找出306去找 找這個單位啊 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CtrlX減下來喔 然後呢 去找什麼VLOOKUP的函數去找 我先把它減下來 CtrlX等於VLOOKUP的函數 那接下來是36 306 然後去36去找哪一個table 去找單位 去找單位對不對 那我是不是要去講F3 裡面的什麼單位對不對 好按確定 好 然後呢 去單位裡面的第幾欄 第二欄嘛 第二欄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咧 零 是不是想出長春分行了 是不是 當然不是你到啦 你都跟不上來還是你到咧 你都跟不上來還是你到咧 他都跟你跟不上來讓他到 好 這很容易到 欸我怎麼剛剛不是要複製嗎 搞什麼東西啊 CtrlX 我剛剛 好CtrlV 這邊改過來叫什麼 喔 這邊叫做 長 單位是不是 所以 剛剛是主 單位是長春分行嗎 好 那主別呢 主別我把它改掉啊 主別的話是第幾欄 主別的話是第七碼對不對 所以我是去找第七碼 1 2 3 4 5 6 7 7是A啊 是不是 欸不是啊 不是不是不是我做錯 是哪裡啊 是單位嗎 我們現在去找單位啊 單位不就這個地方嗎 蛤 前面那個分行沒錯 後面才錯 我知道啊 後面我還沒改啊 可是我們剛剛還沒有去 是不是 啊不是啦 你看看我在哪一個 你要看看我是在哪邊做 我今天剛剛是在領主還是在哪邊做 我剛剛在助理員做 當然是成功用分行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剛剛就做錯了 我們剛剛應該是怎麼樣 CtrlX起來 我們剛剛應該先Shift起來一起做 3 4 變成工作群組 然後我在這個地方做 懂嗎 好我先把它貼上去 好 所以呢單位 這樣子對不對 好我先打勾囉 總行審查部嗎 對 對不對 因為我是第一 第一個是在助專 助專的第一個 第一個是總行審查部嘛 啊我剛剛是在助理員的地方做啊 那我們可不可以 是不是可以一起做 對我們就可以不用一個一個做了 那同樣的這個東西 其實我也可以貼過來 CtrlV貼過來 可是我今天要找的單 呃現在是找主別對不對 主別是第七碼 第七碼怎麼算 1 2 3 4 5 6 7 所以A是不是 A是主別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是這邊打成 打這邊要找 第七碼 對不對 第七碼所以從第七碼開始 找第幾碼 找一碼就好啦 剛剛是從第三碼開始 啊然後 從第三碼開始 往後推三碼 這邊是從第七碼開始 往後推一碼 懂意思嗎 懂了齁 然後呢 他是用單位嗎 他是用主別 F3 就把它改成什麼 主別 這時候再改主別 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你要進到裡面來 把它改成到裡面來 Delete掉 然後按F3 出不來 我真的秀斗了 好 主別 好 有沒有看到主別 A是一般銀行業務主 B是外匯業務主 有沒有看到 這一般銀行業務主 那這樣是不是做好了 對不對 那升等呢 升等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做 同樣的我再把它複製過來 好 所以升等是告訴你升等是 低碼 所以我一樣 我可以用Left的函數做 我也可以用Middle函數做 只要他有沒有告訴我要什麼函數做 有 他告訴我Middle 所以我就不能用Left函數 那Middle函數對我來說也是一樣 對我來說 低碼也是中間 低碼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有嗎 升等 用Value的函數 用Value的函數 那沒關係 我一樣要叫出來 Value的函數 我一樣要叫出來 我們先做看看這個 Middle 我們一樣用Middle的函數 可是呢 一樣是根據這個 我是找第一組 從第一 從第一 第一個位置 Middle 對我來說中間也是 第一個位置也是中間的一種 中間第一個開始算 找第一個 然後這邊要寫什麼 這邊要寫什麼 寫單位 寫單位啊 深等 這邊改過來 改成深等 好 深等住專領主這個東西 有沒有看到 OK 我按確定 好 出不來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告訴你說你要 你要利用 你要用Value函數 我說很奇怪 他為什麼出不來 好我們先離開這個地方看一下 我們現在是四個群組 對不對 我們先去看深等是什麼東西 我們先離開 他意思是1234啊 可是為什麼出不來 我們去看他的格式設定好不好 原來他是用通用格式 他沒有特定的數字格式 意思就是說 他並不是數字 那我說TEST 我們剛剛用TEST 是不是 文字轉 文字轉 沒有啊 數字轉文字 數字轉文字 那Value是 文字 轉數字 懂意思嗎 所以我要開始幫他改用Value這個值 所以呢 我必須呢 我找出來這個1234這個東西呢 我必須要用Value的這個東西來替代 所以呢 住專Shift 助理員 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要先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喔 然後呢 我要一個Value把它包起來 Value Value 怎麼回事啊 V 連電腦都跟我出錯 你看看 Value 我答不出來耶 我電腦有點問題 等一下 V Value 刷在两下 然后呢 把它怎么样 进去里面好了 进去里面才不会乱掉 把它贴上来 它打出来是1对不对 找出来是1哦 那我把它转换了 这个文字是 这个格式是1对不对 然后我用Value帮它转换了 变成这样子 按确定 它告诉你的输入的函数 太多引数 一定是哪边有问题 你的括号错误 你一定刮错地方了 懂吗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哪边有括号 括号是括错 我去看一下 原来我这边少刮一个括号 打勾 这样懂不懂意思 懂不懂意思 懂了哦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我就去找烤鸡呀 烤鸡怎么算 烤鸡怎么算 我去看等级吗 等级吗 OK U是95分 甲是85分 乙是75分 这是烤鸡 叫烤鸡分数 叫烤鸡等级 有没有看到 从A处到B4的地方 叫烤鸡等级 所以我去找烤鸡等级 我根据U加以 可以找出烤鸡分数是几分 我根据A plus A minus A minus A plus 这是A minus 是A减 那就A plus A加 我根据这个东西 AB的东西 我可以找出烤鸡分数 拿去计算 平均 所以我要开始来咯 shift起来 题目要求 我们有shift吗 有啊 我有shift啊 这就是变得 比较浅的颜色 OK好 开始咯 加全分数 考核的分数 就是烤鸡的分数 我计算91年92年 还有总考评的平均成绩 这以前握的都有算过 好 912跟92的烤鸡成绩 好 他说呢 依他的范围名称来查阅 相对应的分数 范围名称刚刚不是算过吗 烤鸡跟烤平 对不对 然后这个也是烤平等级嘛 这叫烤鸡等级 对不对 好 用V6来把凡数啊 所以我到时候 也是用范围名称来做啊 所以等于什么 我要先做哦 等于是说 你要三个平均 你找出 甲刚刚说是几分 85分 85分 A minus是几分 刚说A minus是几分 我也不知道 等级 看一下 A minus 也是85分 90 95 70 75 80 85 90 95 所以等于是 三个85平均 所以他一样会是85分啊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我去不得起来哦 重新来哦 好 所以我要先做一个 我先把甲找出来 我看是不是找出来是85分 所以要用一个V lookup栏数 去找 找什么东西呢 去找 我依据哪个找 依据91年这个甲嘛 对不对 那我去找哪一个 找考基啊 因为甲是在考基嘛 F3 初步啊 我电脑真的怪怪的 那我自己去咯 在哪里 等级 自己去咯 考基等级 我们看到 第几栏 可以要找分数 找第几栏 找第2栏 是不是85分 是不是 是哦 那我等一下 要拉过去啊 那请问一下 我要不要固定 固定哪一个 固定 要固定吗 不要固定啊 因为我自己也拉过去啊 等一下91年要做 等一下拉过去变92年 没错啊 所以我要固定吗 不用固定啊 按确定 是不是 85分 题目没有要求 题目已经把你设定 预设是一位数 你就不要去改它 设定就是这样子 那我是不是还要去找它 那还去找它 然后再把它做平均 是不是 那怎么办 Ctrl X减下来 等于 先做一个平均 A V E R A V E R A G 平均啊 A G E 所以呢 要怎么办 这是第一个嘛 对不对 要三个平均啊 所以这是第一个 考核60%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不要等于哦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根据 是F3吗 第二个是什么 G3 点G3嘛 对不对 它是考基等级没错嘛 对不对 一样85分嘛 那第三个叫做总考评 A minus 所以呢 我要把它贴上来 所以呢 这边是根据 F3吗 那是什么 H3 对不对 是H3 然后呢 是考基吗 它不是哦 它是什么 考评 考评 哦 我电脑真的 嗯 平 好 考评能及85分 有没有看到 这叫考基 这叫考评 这叫考评 OK 这三个数字的平均 那是不是平均是85分 很确定 这懂没有意思 好 那我们看到下面哦 和比试的部分 是比试共同分数乘0.3 加比试专业分数乘0.7 他说呢 不可以用百分比 所以让0.3 0.7去算 你不可以用30% 70%哦 说比试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 共同分数是这个嘛 是不是 共同分数乘0.3嘛 上面不是有写嘛 0.3 乘以0.3 加上 这个东西 乘以0.7 它并没有说 要犯为名称嘛 我也不想他有没有犯为名称 他没有说我就不理他 他有犯为名称吗 看一下 没有啊 他没有犯为名称 所以不用理他 好 那合计呢 合计他告诉你 合计是考核分数乘以0.6 考核分数乘以60% 比试乘以40% 所以等于这个乘以60 可以用60%吗 合不可以 要打什么 0.6 加上 乘以 0.6 加上 比试 怎么办 我比不到耶 点不到耶 我真的是秀斗 我真的 你看 气死了 K3 然后再L3 L3我点不到啊 你看 自己打 好 L3自己打 L3 对不对 称以多少 40 0.4 好打Enter下来 83.4 有没有 83.4 可是呢 他告诉你要run的函数 对不对 所以怎么办 框起来 Ctrl X 对不对 加一个run的函数 双按两下 进来 贴上来 所以要几位数字 他告诉你几位数字 小数第一位 所以答案是1 83.4 按确定 那名次呢 他告诉你哦 用rank.eq的函数 我们是不是算过了 是这个 跟下面全部来比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算 等于 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rank的函数 rank.eq 里面 从 你的number是你的 你的 哪一个 这个嘛 对不对 M3 对不对 好 你的number是你的M3 那你的reference 你的区域呢 你的参照范围呢 是不是从M3到哪里 好 M3 shift向下 向下太多了吧 所以不能用shift 对 他要秀斗了 重新来 到这边来 是不是 好 那请问一下 要不要固定 你不要固定 等一下M4的话 他就 M4的话 他就会往下跑啦 你要不要固定 你一定要固定啊 因为我的范围 就是这么大 我比较的范围 就是这边到这边啊 懂意思吗 所以你一定要固定范围啊 不然固定 你不固定范围 他就一直往下跑 一直往下跑啦 是不是 范围一定要固定起来啊 然后Oden呢 他说 基本上都用地震的 你就按0 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按0 OK 好 按确定 真的吗 好 每个都第一名 因为你现在只有1啊 其他的都没有啊 其他都没有任何东西啊 OK 那你就要离开了哦 离开群组 去点一下其他的 或是按Ctrl 去点一下其他的 有没有 点他其他的之后 我要做什么动作 我直接一个一个去点他 双按两下 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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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框起来点他 好 再来 我们刚刚是在柱砖里面 他比较是跟谁比 是跟40比 40个比对不对 我们在柱砖里面40个比对不对 那如果领主呢 你也是跟40个比吗 你要跟几个比 要往下拉跟几个比 跟101比耶 所以每个都要改耶 这去改啊 改成多少 100 01 每个都要改哦 打勾 好 往下拉 收到 往下拉 没有 好 办事员同样的 双按两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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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改成第一几笔 双按两下 双按两下 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把他格式破坏掉了啦 那框线都已经破坏掉了 题目没有讲我们是不用复原的 多少 往下看 22 22啊 OK 22 好 这样就可以应该是可以平分了吧 明治呢 明治呢 OK好 这样就好了吗 可以了可以了 Good 要不要看我的平分 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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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看一下我平分 因为我今天随便做的耶 好厉害 我真的每次都随便做啊 所以有人想看你平分 你要看我平分喔 你看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要愿意看我平分 终于有一个人要看我平分了 快点 趕快平 看我平分 快点 他不让你平 他秀懂 他秀懂 他连他都不想理你 连他都不想理我了 好 你们先关机 我自己 我自己 我还是默默的评 等一下给你们看 可是我因为我当机呢 关萤幕喔 关萤幕喔 可是他喝到咖啡 关萤幕 警察什么 警察什么 我一定让他喝咖啡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随便坐坐 有没有看到 看一下 麻烦看一下好吗 麻烦帮我看一下 你打开就可以了 你们太过分了 我等一会儿 你怎么听就行吗 谢谢大家